大家好,我是劉备老师 现在学校假期 而我呢却 没有拍什么video 最主要原因是这几天我都在写小说 OK,就是完成我的小说 好,如果你有关注我的Facebook page呢 就是开拓劉备老师的话呢 其实这年头呢我就开始尝试 写网上小说,就是一边写一边连载 OK,那个小说叫做三年 第一班 好,那时候呢写了大概接近三万个字左右 而最后呢却 不了了之 成了 太见闻 OK,就下面没有了 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三月中呢 我女儿呢就 出事了 再加上四月五月呢 又很忙,忙着找个baby 后来五月呢我就 做了youtuber 做到六月七月八月 做到现在呢 几乎呢都忘了原来呢 写小说才是我真正的 爱好 OK 为了不荒废这个小说呢 所以呢,这两天呢我都 就尽力把他赶完他 当然,黄天不负苦行人 我终于呢算是 完成了这部小说 OK 也没有说100%完成 因为呢 需要做一个后期的一个 一个修改 OK 最快要在九月 中了 大概九月中过后呢 完成过后呢我将会 就会 交上去给 编辑 OK 所以如果一切一切 顺利的话呢 我希望 我这部新小说呢 能够在 明年 2018年呢 可能年中啊 会跟大家见面 OK 毕竟呢这个 是我 当了爸爸过后呢 第一部完成了 OK,成功完成的小说 好,说到这个小说呢 我做了 里面做了一个大幅度的 一个修改了 OK 三年第八呢 我就换了 他的题目 也把里面的一些 角色的名字都换了 OK 好,三年第八呢 我就换成 叫做 书名呢 我现在 暂时呢 会写 暂时呢 会叫做 梦里的我 OK 听起来比较 比较梦幻 OK 梦里的我呢 OK 主角呢 那些角色呢 OK我记得 有几个我念给你们听好 第一个呢叫做 杰恩 有伟奇 佩琴 星凯 伟胜 得展 等等 这些名字呢 好像很熟悉哦 没错 其实呢都是 我的六年级班的 学生的名字 再把名字拆开来 OK 再 写的OK 再 所以呢 会以我 今年六年级班的 同学的名字呢 作为 决生的名字 好 这边小说呢 目前的字数呢 是五万 两千个字左右 所以呢 这三天呢 我大概写了两万个字 OK 不是很多了 OK就是 当然 还没有 还没有写完是因为有些部分的文法啊 就是一些描述方面呢 我就比较 写到比较随便 比较 比较粗糙 所以呢我会用 接下来呢 大概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时间呢 会做后期的修改 所以呢 这个是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呢 我这几天没有拍 影片 还有件事要讲的是呢 谢谢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我的订阅人数呢 也即将 靠近400了 OK 所以呢 如果接近400的话呢 我会办一个 一个有奖活动 一个抽奖活动 让我的 订阅者们 参与 OK回馈给大家 好 今天的宣布呢 就到这为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